画面右侧的菲律宾船只缓缓向前迈进 却遭到左侧的中国海上民兵船只步步进逼 而后从侧面擦撞 导致船只的右衔头凹陷 掀起菲律宾当局不满 据我了解 真实的情况是 非方公务船在中国管辖海域 以危险方式航行 并与在该海域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发生擦碰 然而中国外交部区坚称挑起事端的 其实是菲律宾船只 还指控菲律宾侵犯中国主权 严重威胁中方渔船以及人员的安全 事实上非中两国近年来 在南海岛礁附近冲突不断 马尼拉当局声明 这起事件发生当下 非方船只只是在南海中叶岛周围 执行例行巡逻 并且指控北京当局为了巩固自身势力 在南海部署一支海上民兵 却又变称那些是民用船只 如今双方人各说各话 不但让外界物理看花 也让南海区域紧张情势更行恶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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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